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你别说 今天还真发现了新大陆 是吗 探头呢 他刚从几个埋伏点回来 向刘总去汇报了 我去找他 探头 小军 我还没进来 我就听到你大嗓 有新情况吗 对 这两天我发现有人跟踪卢丹萍 沈树莲 不是 是个很不起眼的小个子男人 已经有两天了 凡是卢丹萍出现的地方 我都发现了他 你被他发现了没有 哎呀 探长 你也太小瞧我了 堂堂景观大学的高材生没有这点基本功 我那五年萝卜干饭白吃了 是是 那会是谁呢 会不会又是沈树梁派人跟踪他 沈树梁和卢丹萍有过接触啊 再派人跟踪 好像不太可能哦 这也难说啊 上次他是怕我们发掘才助了手 可现在呢 也许他正在寻找新的机会 再定报复计划 那好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好的 第二天一早 苗震和丁小军在守候点观察 发现金龙宾馆的对面马路上 出现一个矮个子男人 戴一副墨镜 穿件棉丰衣 戴顶遮耳容线帽 远远的站在一个点心摊前 详装买点心 眼睛却不时的扫视着宾馆门口 就是他 我们跟着他 卢丹萍和那位博士生出来了 那小个子连豆浆都不喝了 盯着卢丹萍 卢丹萍他们上了出租 那个小个子也扬照 上了另一辆出租 跟上 小李 跟上前面那辆车 是 行车 卢丹萍他们进了精品店 那小个子也跟进去了 我们盯紧点 把车窗摇上 是 精品专卖店 都是高档货 注意啊 卢丹萍在礼服价前 挑礼服呢 那个小个儿 正背对着他 假装购物 这卢丹萍还真是个富婆啊 探长 你看这些男女啊 真是有钱 动不动就成千上万的话 你瞧瞧咱们那点工资 整天是风里来雨里去的 有时想想 还真有点不平衡 哎呀 你也可以下海 也可以经商嘛 没人阻拦你 是你自己愿意一头 扎到咱们这个行当里来的 没人强迫你了 我说探长 论智商 你绝对的高 你要是经商 那肯定是个百万富翁啊 那你说 你又为什么干刑警这个行当呢 这第一 刑警是铁汉子真难认干的事业 第二 当刑警需要高智商大智慧 对 每侦破一个案子 那种快感是任何财富都不能带来的 你知道吗 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不断的挑战自己 那不是很快乐吗 探长 你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我从小就喜欢干有刺激性的事情 大学毕业 凭着我老爸的关系 你说 要是到法院检察院坐坐机关 应该是小菜一点 但是呢 我还是情愿下到最基层 做刑警 做高科技时代的Formose 有波重感大 那才有成就感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 我还是要选择这个职业 好 丁小军 你可让我刮目相看 起先我还以为 你到咱们行侦队来是杜杜金的 想不到你有这个志向 你会大有出息的 不过探长 你可要小心 说不定那天我破了大案立着大功 有可能要抢班夺权 不过记住 我苗镇也不是无能之位 那当然 注意 那个小鸽子转身走了 怎么办 卢丹明这儿有我 你跟着小鸽子 看他到底上哪儿去 保持联系 是 丁小军跟着矮鸽子男人出了清品店 左拐右拐 上车下车 令丁小军惊讶的是 那人竟走进了玫瑰园咖啡厅 探长 探长 我是丁小军 目标进了玫瑰园咖啡厅 奇怪 难道真是沈淑良派人跟踪 探长 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 沈淑良有重大的作案协议 我建议 立即提起搜索 传讯沈淑良 哦 现在不行 为时过早 缺少证据 从现在起 你和诸葛平共同对沈淑良 进行严密监控 探长 执行命令 丁小军和诸葛平对沈淑良进行二十四小时严密监控的同时 苗镇和乔丽娜则对卢丹萍下榻的金龙宾馆进行二十四小时的守候 然而整整三天毫无动静 第四天深夜 正当他们疲惫不堪时 金龙宾馆门口突然闪出一个人影 探长 探长 醒醒 探长 探长 你快看 卢丹萍出了宾馆的大门 是他 这么晚他要到哪儿去啊 他拦了出租车 我们跟上 探长 探长 我是丁小军 有重大情况 石手辆刚才出了电 是从后门出去的 手里还拎着包 他往哪个方向去了 是朝滨江南路方向走 对 死定着目标 做好一切准备 是 动八动八 我是动一 我是动一 请迅速将三号埋伏点的警员调到一号埋伏点 探长 卢丹萍下车了 朝滨江南路去了 跟着他 苗阵 乔丹娜 便尾随着卢丹萍 只见他静止朝路边的隔离铁栅栏走去 站了片刻 稍稍迟疑了一下 又走进栅栏旁一座凉亭内 四处张望 冬天的夜 凤外寂静净寒冷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卢丹萍 卢丹萍似乎有些焦急 又走出了凉亭 丹萍 你吓我一跳 你叫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不是在电话里跟你说了吗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以后我们永远不再相见 真的吗 就是我再想见你 也没这个可能了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 你我在这里 再做一次回忆 在这条路上 我们曾经满步倾诉 在这里 我们曾经相依相为 在这儿 我们曾经山盟海誓 记得这个凉亭吗 这里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们爱的见证 沈叔良 我是对不起你 我已经向你赔过罪 道过歉了 你知道我的痛苦吗 我知道 我不是要给你五万块钱赔偿吗 我不缺钱 再说了 五万块钱 能弥补你对我造成的伤害吗 苏良 你可是答应过我不伤害我的 苏良 我反悔了 可惜啊 你没穿上那双高跟皮鞋 我最心爱的女人 穿上那双高跟鞋 两个皮肩长发 是最令我心最神秘的 苏良 当平 当平 你过来 我 去走的 你看 打磨得多么锋利 我 恨他 我 你别这样 不要怪我太狠心 你们 你们 姚政他们 马上急奔 沈淑良的住所 你们 我们执行公务 对沈淑良的局势进行搜查 请配合 上三楼 是 都是这么大的照片啊 都是卢丹萍的 搜 探长 你来看 大处理的这些鞋 花泥盘半高跟皮鞋 全是单制的 和被刺伤的姑娘们的鞋 都是配对的 还有 看 这些唱片 版本不同 但都是蓝色的东脑盒 探长 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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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作案工具 这种特长特硬型的匕首 被磨得锋利 肩刃上 呈三角锋刃 具有致命的杀伤力 探长 证据确凿 沈淑良就是刺杀案的真正凶手 到底把他给抓住了 探长 我们可以凯旋而归了 走 乔警官 黄小姐 你有什么事 沈老板 不 沈淑良 他真的是刺杀案的凶手 现在只能说是嫌疑人 要等审讯判决以后才能定罪 那我能去看看他吗 现在不行 给你们探长求求情吧 我要去看看他 给他送点吃的 再送些衣服 黄小姐 按照规定 现在呢 是肯定不能件的 不过 这个衣服 我可以带送 好吧 请你告诉他 这件厚毛衣 是我为了 他的娱乐城 我会帮他管理好 叫他放 好 乔警官 你还有事啊 给我带句话给他 你说 就说 不管他什么时候出来 我都等着他 好吧 乔琳娜 黄秋平让我带件毛衣 给沈淑良 瞧 女人哪 从沈淑良审讯室里搜出的 大量证据来看 此人无疑就是沈淑良 案子破了 悬在众人 乔琳娜 诸葛平 兴奋不已 这会儿 他们在办公室 正研究着 让谁请客呢 探长 大功告成 你要请客啊 是啊 凶手落网了 探长 该慰劳慰劳我们了吧 是啊 我知道啊 补业城的火锅是最棒的 我们就去那怎么样 对 喝的我是一定会请的 但是现在喝清宫酒啊 还为时过早 怎么了 探长 案子都已经破了 还等什么时候啊 刺杀案是破了 可是案子并没有结束啊 我说探长 你不要玩绕口令好不好啊 我们还没审讯呢 我们先要接触审讯 沈淑良 卢丹萍吓晕了 还在医院输阅呢 喂 好 我们现在就来 巧了 是潘大伟的电话 说卢丹萍已经回宾馆了 情绪已经稳定下来 探长 那还是我跟你去 探长 我们什么任务 两个人终于留一个值班啊 这样吧 你去 我留下 谢谢诸葛大哥 苗镇他们又来到了金龙宾馆 还是上次那个房间 1204 好 探长 你们来了 探先生 快请进来 来 坐坐坐 卢丹萍他怎么样了 情绪已经好多了 正在睡觉 那就先不打扰他 咱们这屋谈吧 好 来 请坐 潘先生 嗯 他的事 你知道了吧 以前 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他才把过去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我 你 很爱他 是的 说实在的 我并不怪他 一个女孩子嘛 特别是很出众 很漂亮的女孩子 是很容易受到异性的青睐的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遇上这么一个痴情到如此疯狂地步的人 潘先生 嗯 卢丹萍前一段时间忧心忡忡的 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沈树梁的原因 哎呀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这样的 我想他跳槽就是为了躲避沈树梁的报复 不过 既然卢丹萍为了摆脱沈树梁的纠缠而远走高飞 这次回来为什么又找他呢 这个 不知道 我也想不通 丹萍 你起来了 正好 你们谈吧 大伟 你坐下 我已经全部对你说了 我没有秘密 哦 卢小姐 我们想了解整个事情的过程 嗯 前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至于我为什么回来 是我认为危险期已经过去 再说 我也不想把此事做绝 恋情不在 有情在 我准备给他五万块补偿 他没有接受这笔钱 是的 他不接受 但是他答应再也不来找我 算是做个了断 想不到他 想不到他 卢小姐 我 我觉得再也不能让事情发展下去 我再三考虑 决定赶回来和他彻底了断 阻止他再行凶作恶 可是没想到 他居然 好吧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好 胖颖 你多关照一下卢小姐 知道 坐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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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卢丹萍的第二次询问 苗震心里已经有了点 他与专案组全体人员经过充分准备 设计了一套审讯审书良的方案 坐下 叫什么名字 沈淑良 知道为什么抓你 你们都知道 要你说 刺杀案子 你都刺杀了谁 女人 具体点 卢丹萍 还有谁 你要如说 给我一杯水 好 喝吧 云生 就像这杯子里的水 有的淡而无味 有的却甘甜可口 我从来不甘心 我这一生就像白开水那样度过 所以我努力 我奋斗 我终于小有成就 自认为自己的生活有了甜度 应该在人们的心目中 有一定的地位 可结果 我还是被人轻视 就像 允许我这样说吗 说吧 滨江南路上的刺杀案都是我干的 我一共刺了八个人 就是为了报复别人对你的轻视 是的 我受过伤害 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个时装模特 我出钱 为她开专场发布会 我打通关节 让她得了全国大奖 可她出了名就跟我拜拜了 理由是 我们不在一个档次 他就是那位 爱穿黄颜色上装的模特 对吧 对 黄颜色 就为了她 我把咖啡厅都涂成了谎颜色 第二个女朋友是演员 没出名的时候发誓要嫁给我 但当有了一部电影 能当女主角了 她就来不及的跟那个电影导演同居 如果我没猜错 她就是那位爱穿淡绿色服装的绿影 我真佩服你谈着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隐秘的 那卢丹萍呢 卢丹萍 是我清除了最多的爱的女人 想不到她也是一样 爱和不爱是一个人的权利 不 我知道真正的原因 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我 虽然我拥有这座娱乐城 但我身上留着过去的痕迹 他们承认只承认我现在 但不接受我的过去 所以你就 是的是的是的 我就要把那些高高顶级的胸脯刺穿 让那些挑动的长发不再像瀑布帮琴鞋 让那些高跟鞋不再骄傲的口气地面 当剪刀刺进他们肉体的时候 我觉得有股快感问题 住口 你有没有想到过 你是在伤害无辜 你是在挑战法律 自权灭亡 是的 我害怕过 我也内疚过 可是我无法住手 对于陆丹萍 你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是吗 是的 可是在宾馆那次你却没有下手 是的 为什么 那不符合我的习惯 再说 宾馆里有监视器 还有 是 陆丹萍那天拿出五万元 说是给我补偿 我一时下不了手 但是后来 你为什么又突然对他下手了呢 我反悔了 仅仅是反悔吗 是的 我反悔了 我反悔了 不对 启动另有原因 没有 好 你再好好想想 今天就暂且到此 等等 沈叔良 这是黄秋平小姐托我带给你的 是他亲手制的某嫌疑 拿着 你们别来这一头 我全都说了 你们强逼我好了 强逼我吧 面对沈叔良的疯狂咆哮 苗震此刻却异常震惊 他预感到 沈叔良并不是刺杀案的终结 他依稀看到 还有一双更大的黑手 隐藏在暗处 那么 究竟是一双什么样的黑手呢 这样的animous